剛剛我們已經玩過幾個主要的部分 那在OneNote的右手邊這邊其實有幾個比較次要的功能 就包括您可以像我們剛剛有給老師看到的這個 線上標示、隨機抽的、倒數計的 甚至它成績部目前也是屬於就是付費的 付費但是就是會開放 再來就是如果你本身已經有做好一些教材了 但是呢也許沒有放在什麼課程 整個課程的任務裡面 你也可以把它連結進來 從這邊我就在這個課程 像我在這裡有很多 有沒有你可以從這邊自己建立 或者是直接從別的地方把它複製進來 好把它複製進來 那這樣同學就好像他可以想要自己就自主學習的 就從這邊再連過去就好 那第二個如果老師有一些相關的檔案有沒有 你也可以從這邊放在這裡 那這個檔案呢可以是幾種方法 一個呢是從雲端硬碟的 你放雲端硬碟上我就直接從雲端硬碟連進來就好 所以我們講過嘛 OneNote它有比較大的特點 就是都跟誰在一起 Google雲端硬碟 所以你的資料市場都在上面 都在上面 那你就可以把它連結進來 自己調整一下這個排序 這樣就好 那另外呢還有相關的連結 比如說像我在右手邊 不是有整理一些相關的連結嗎 那您如果覺得有哪些的課程跟我的是比較相關的 你就把網址填好了打進去 比如說在這邊 你把它複製起來之後 我把它貼進去按個Enter 有沒有自動就進來了 那你再自己調整排序 或者你要改變它的名稱都可以 就是像這樣就很簡單 所以這個是比較次要的功能 稍微在這邊跟老師簡單介紹 那麼群組的部分呢 像我今天這個群組 我是屬於公開的 是屬於公開的 所以說一般使用者都可以加入 看到可以加入對不對 如果老師擔心怎麼樣 怕別人家來亂啊 那你可以把它這裡按用這個功能 我們在設定這邊 設定這邊 我們可以選擇不公開 其實預設的群組是不公開的 就是我們預設這個群組是不公開的 就你們建立起來說 預設都是私人 那你要公開就變成對外 那如果你是不公開的 別人怎麼能夠進來 有沒有看到這裡有這個 這個就是產生代碼 也就是說他知道這個代碼 他可以在群組那邊用加入的 他用加入的 萬一老師有一些字 有一些數字比較忌諱有沒有 有的人不喜歡是 你就告訴他 沒有訂來 沒有訂來 看到你滿意為止 這樣了解吧 那如果你很擔心 啊這個代碼萬一流出去了怎麼辦 對不對 別人會進來嘛 你就把它清掉 就是你確定小朋友都進門了 才可以放火咬人嘛 有沒有開玩笑 就是你不想要這個代碼出去了 我就把它清掉 那這樣就是說 已經有在裡面的 才可以用 沒有在裡面就不能再進來 好所以這個是 在玩笑裡面等於說 比較簡單的一個 群組的設定方式